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怎麼樣?中共? 怎麼樣?小粉紅? 打臉嗎? 裴洛西來了 你們解放軍呢? 說好的半飛到松山機長 或是擊落美國機長的飛機 打擊美國的航母群 你們人在哪呢? 這個臉會不會打得太大 你們不是很支持巫統台灣跟打美國 還說是民意不可為 現在偉大的黨沒有幫你們實踐民意 是不是該上街流行去推翻啦? 換一個更有執政力 更有行動能力的執政黨上台 武統台灣一群只會打嘴炮的俗辣 去監督女家政府實現承諾 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領土完整 結果呢?你們這次有做到嗎? 你們做的是什麼? 在自家的房口前面 炮擊跟軍演 限制我們的商品進入中國 好可怕!嚇死我了耶! 我看不起的不是中共 而是支持這些中共的粉絲 這群小粉紅我看不起你們 你們太俗辣了知道嗎? 很好笑你們的邏輯 真的 台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必須經過習近平跟北京的同意 美國軍艦 美國軍機或是美國的官員 才可以來台灣 那他今天來了 你又沒有能力去阻止 雖然你前面已經放話了 雖然在你眼裡台灣是有地方割據的 你沒有阻止這個動作 放任美國的官員一次次的來台灣 你們小粉紅卻不敢去監督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你們喪權辱國啊 跟以前的親帝國一樣啊 我們要改革不改革啊 我們就推翻再一個武昌起義 你們做不到啊 你們太俗辣了 而且已經給你們 第幾百次機會了 1960年代美國總統愛生豪來台灣 1996年 中華民國台灣第一次總統之選 1997年美國眾議院議長 金瑞契來台 2021年開始 美國各大各小 包含日本還有歐洲 各大各小的參眾議員 包含美國的衛生部長都來過台灣 這近十幾次的機會啊 讓我想起了這段影片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以及小粉紅的行為 來 你是誰啊 別動手啊 你敢再動手 你敢再動手 我警告你啊 你要敢再動手的 我嚴重的警告你啊 你動手試試看 我最後嚴重警告你 你要敢再動手 我走 從今天凌晨開始啊 中國各大大小小的媒體啊 都關注美國議長是否要來台灣 好幾個相關話題都紛紛上了微博熱搜 許多小粉紅也做出了一些令人啼笑戒悲的行為 這不打緊 最低能的就是有一些舔共的台灣人 例如什麼台灣表妹 還有什麼賣狗886啊 自認為中共台灣省人的人啊 紛紛拍影片講了一些幹話 等一下我們也會帶大家來看他們講了什麼幹話 其實啊 我們台灣多數平常人 路人啊 甚至我身邊的親朋好友 根本無感這一次美國議長是否要來 而反應最大的恰恰是你們中共官方跟小粉紅 笑死我了 說實話啦 連我自己本人我也不care 也不在乎美國議長 或是議員是不是要來台灣 當然啦 他們能來台灣我是很高興 他們不來我不會覺得很失落 就不會像你們一樣 哦 他們來了 我 我 我好氣 我又 就那種 又發洩不出來那種情緒 我不會有 因為抗共 保護台灣主權獨立 自主 民主自由 本來就是生活在這邊土地上的人應該做 什麼時候保衛自己 是需要靠他人的承諾幫忙 你才要保護自己 什麼時候事到變成這樣 今天我站出來幫被霸凌者說話 結果被霸凌者 還反過來罵我說 沒有啦 我們在玩而已啦 我跟胖虎在玩啦 只是胖虎比較大吃啊 所以他玩 你看起來他在打我 其實他在玩我 你看我這邊什麼 什麼一塊紅一塊紙 就是胖虎對我身上愛的印記 那你說這個時候我是要幫還是不幫呢 中國外交部趙立堅 在記者會上也說 讓大家拭目以待 套一句俄國的諺語 這個太中國最後的警告 拭目以待 對拭目以待 你的紅線一直往後退 拭目以待 你們軍演在台灣領空外面飛來飛去用炮彈打大海 今天早上看到廈門傳出一堆照片跟影片 例如沙灘上有坦克 你們在作秀給誰看啊 軍隊直接死入觀光沙灘 全球哪一個國家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不管是是否是軍演或是真正要打戰 你就直接這樣死入觀光聖地的這個沙灘 然後旁邊都是人滿為患 你也不驅離觀眾 驅離群眾 然後你讓他們想拍照想錄影就錄影 你有沒有一點隱密性啊 你根本就沒有 所以你幹這個事情是要作秀給誰看 作秀給中國老百姓看 作秀給那些韭菜看 你看我們有在幹大事啊 結果你們現在幹了什麼大事 解放軍哪去了 當初說好就是半杯或擊落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過去了 你事後再做什麼補償都沒有救了 時間過了就是過了 要輾自己這個廈門遊客 上演一次這個2022年廈門天安門事件是嗎 我也想試戴一下中共的軍機以及航母群 終於能夠實戰檢驗了 畢竟美國的航母最後一次被擊成大海 是快80年前的事情 日軍用了十幾顆魚雷 多顆砲彈 以及多台自殺式戰機啊 才將這個航母打乘 而這艘美國航母 本身還是由什麼 運煤船改造的 本身的防禦條件 就遠遠不如正常的航母 或是正常的一般巡洋艦的規格 但是由於戰爭爆發了後勤需要 才將它這個運煤船 再拖出來做後勤的工作 還不巧被日軍突襲才被擊成 所以我想看看偉大的解放軍 強大的祖國 這次要花多久才可以消滅 美國的航母群 我前幾天在我的影片中已經講過了 不管他來或不來 中共都有一套說法 自圓其說 中國都是贏家 帶大家來看一下 中國現在 小訪都在說些什麼 預言家有沒有 如果裴洛西來了 就代表美國已經外強中肝了 民生凋理 美國政客 想通過外戶衝突轉移國內的矛盾 說明歷史車輪滾滾 勝利屬於我們 如果裴洛西不來台灣了 那就是美國已經外強中肝軍事科技 領域已經全面落後了 早已經不起任何風浪 說明歷史車輪滾滾 勝利屬於我們 來 假如裴洛西去了 咱中國也打了 那就是我們一吋也不能少 現在咱們既有底氣又有實力 早就做好了準備 說明歷史車輪滾滾 勝利屬於我們 來 第四個R 如果裴洛西來了 咱們中國不打 那就說明了 我們才沒有那麼衝動 才不會讓美國政客轉移過 內矛盾低矛盾財 我們以建設經濟為中心 韜光養晦 悶聲發大財 說明歷史車輪滾滾 勝利屬於我們 中共跟粉紅 真的 真的 一張嘴真的就贏了 你知道嗎 真的是一張嘴耶 因為有很多媒體指出 裴洛西要入住台灣的飯店 台北啦 那有一些小粉紅就上網 試圖把台北的飯店全部訂滿 先帶大家來看這支影片 給我把這個坊間全部訂完 我先下單了 你們加油 專門撿貴的房間訂 把這個尊貴套房給訂了 就這個 下手 你當我也沒用過這個APP訂房 你根本沒有按到最後一步的確認付款 然後跳出付款通知 以及訂房成功的那個代碼 按你拍然後停在這裡 它很明顯嘛 你打嘴拋碼 你並沒有付款 你並沒有下訂嘛 我跟你們講啦 我就希望你們每一種 把台北的飯店全部訂完 而且跟你們講一個 實際點 有邏輯點 加是裴洛西真的要來台灣 那請問一下 配合好的飯店是臨時知道的嗎 還是美國AIT早就處理好嗎 你就算全部訂光了 也早就已經有預留的房間給裴洛西 以及他的團隊了 你們是不是智商有問題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粉紅的一些留言喔 來快統一吧 今年23歲了 不知道呢 還能等多久 明天就要結婚了 我願意捐一年工資 你一年工資多少 大陸考公務員這麼卷 考台灣的會不會容易一點 台灣省觀光紀念旅行團這邊集合 我們先來看這一座統一紀念碑 你先紀念你自己吧 三天沒睡覺了 台灣省什麼時候考 這次誰退誰是小狗 哎呦 真罵共產黨 萬事俱備 只欠西風 跟著國家走 我相信國家的決策都是正確的 收復台灣吧 這是大勢所趨 這是民怨 喔這是民怨 你怎麼還不去天安門遊行 我穿越回來了 跟你們科普一下 8月2號是收復台灣的節日 偶爾有些年份會和七夕撞節 今天8月2號 快3號了呢 最新消息 美國國會議長裴洛西 即將禁見日本前首相安培晉山 奇怪 你們這些人要不要再回去 發現一下你們昨天跟前天 發了什麼留言 就打腿泡嗎 一個人的承諾 一個人講出來的話 在你們中國是非常廉價 好啦 我們看完這對智障粉紅的留言 帶大家來看一下 台灣表妹的影片 這名台灣人 最近有個姓沛的漂亮的老太太 要來我們台灣 他現在已經在新加坡了 這種人他就是典型的吃飽 撐著火上天有的人 他為了替自己選舉拉票 竟然用這種挑弄兩邊關係 為手段來達到自己政績 真的是太可恥了 我是台灣的朋友 我就想問你們 你們是真的歡迎他來嗎 如果他真的去了 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你們是真的知道嗎 你們的家人都在台灣耶 有很多在大陸的台灣人 我們的家人也都在台灣 如果他真的去了怎麼辦啊 如果真的發生一些 實質上的行動怎麼辦 如果真的都發生了 姓沛的你就等著下地獄 你在下地獄吧 誰姓沛的 沛珠嗎 裴洛西姓沛 我今天第一天知道耶 佩洛西這是他的權姓 他姓佩洛西 他像司馬懿 司馬朗 司馬元 他姓斯 還是姓斯馬 要罵人人家的名字都念錯 跟來我頻道的小粉肉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很好笑啊 團表妹就是 第幾次拍這種威脅性影片 去年阿富汗 拍了一次類似的 美國要拋棄 台灣人怎麼辦啊 俄誤戰爭 又講了一次 台灣人還看不清楚啊 中國打過來要怎麼辦啊 我家人又傻小又傻小 這第三次啊 這個人也是眼都不腫的啊 而且他竟然不去罵發動戰爭的那個人 發射核彈的那個人 發射導彈的人 他不去罵他 他去罵被發射導彈的人 他去罵想要幫助被施暴者的人 我今天揍台灣表妹一拳 然後旁邊的人啊 想要幫他 然後這個時候台灣表妹自己就會出來說 不要幫我 不要幫我 你們這些人幫我就會害我被揍 你知道嗎 他現在揍我 你們來的話他會揍我家人 所以不要走 台灣表妹 你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你有適得個人摩政後群是嗎 很噁心耶 最後再帶大家來看這位叫做 賣狗886的舔共台灣人 帶大家來看這段影片 我是個台灣同胞 最近佩洛西串訪 我老家台灣省台北市這件事情鬧得很大 我個人講一下我個人的立場 我真的覺得 台灣省是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 我是一個台灣的人 台灣長大的人 但是我的主意是中國人 我也是中國人 那像其他的這些 有特別性的操作 想要藉由 我來一下台灣 然後可以得到更好的reputation 這種行為 我真的覺得很沒有必要 我看新聞組 我也發表了自己的立場 我覺得 兩岸一家親 我們兩岸現在還沒有在一起 但是這是遲早的事實 但這個過程中 外人 你不要來搗亂 你不要 因為你自己 可能會得到一些什麼樣的關注 或者好處 或者是怎麼樣 而來干預我們的家務事好嗎 兩岸友好 人民安居樂業 大家可以有錢賺 大家可以有好的生活 是我最想要的那一天 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 你講話為什麼要突然 你是衛章器 其實還是你課要突然就是這種很轉的 這種個性 就 哎呀我現在還好很隨性啦 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講話 你知道嗎 就是 對啊 你知道當年那個大日本帝國 大東亞共同權那個時候啊 那也是打出一個 亞洲一家親的概念啦 你知道嗎 那日本人的祖先以前也是中國人啦 秦始皇還怕很多人去日本啦 那到時候就成為日本人的祖先啦 對不對 那就說日本強大啦 他想要大東亞共同權 統一這個台灣 統一這個東北 統一韓國 統一整個大中國 有什麼不好的啊 統一之後 大家暗居樂業有什麼不好的啊 中國幹嘛讓一個美國出來參戰 然後還幫著美國人一起在反抗 啊 亞洲一家親有什麼不好的啊 為什麼要讓一個美國外人出來 那麼介入亞 為什麼 你剛剛講話就類似我剛剛講的這種立場 侵略就侵略嘛 什麼兩岸一家親什麼 對啊 可以兩岸一家親啊 那為什麼非得當同一個國家啊 所以一定要是同一個國家 還可以一家親嗎 中國自己個省都沒有一家親了 還在那邊 哦 我要看你一家親 幹你笑耶 好啦 我們繼續追蹤一下 看明天又有什麼 中國不好笑的事蹟再帶給大家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幫我分享 我是我是爸的下次見啦 掰